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笑笑 这期视频啊 终于要给大家拆东西了 哈哈好开心啊 首先是这个 箱子 不对 先应该拆箱子是吧 这是个 哦对不起 我好紧张啊 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首先我们就要静养是吧 然后这个笼子是 我看看是哪样子的 哦这样子的呀 桌子看来是用不上了 对不起小鸟 先把它放一边 我们先组装这个篮子 这是 这个 哎我的天哪 好紧啊 它这个 笼子最后再装吧 没关系 我们先让鸟回家 是吧 哎呀天哪 嗯 然后是这个 我很忘了一件事情了 好像是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哈喽 回来了 该把这个 拧这个去了 然后我先看看 它这个好像是 笼子在这吧 忘记把这个东西放下去 应该先放这个 哦 还是用那个啥的 因为我这工具是有 但是 好费劲啊 这个 ok 然后它这个现在就是它不老 好,需要把所有东西都扣过来 我的天哪,这个好像准 我想看还有哪些不牢都得冻上 然后果然没弄过鸟好麻烦呀 觉得其实还不麻烦 这才刚开始呢 它鸟轮应该是变形了 前面好像歪了吧 是的,好像是歪了 这边没固定上,好吧 然后因为它做完之后是这样子 然后还差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箱子里的 就是什么喂食的东西 但是我手很脏我要去洗下手 好了,然后对一个没养过鸟的人来说 我也很不好意思啊,对 倒 其实不应该拿这个装水的,我感觉 然后把这个抬起来 以前我想魔王的时候用的就这种笼子 但是比它大 这个也是 它发现一个问题 也这个不好当水 是什么歌啊,我没听过,忘记了 好了,我把这个水放在这边 因为它那边已经有水了 是吧 嗯,这儿吧 对不起,我把那边的水撒了 我感觉我的鸟龙是不是歪的 好像是耶 我鸟龙是不是歪的 哦,说这个掉了 它这个是歪的 好吧 那我也没办法了 对吧 至于为什么要养八哥 我感觉我说不说圆巾 是吧 突然这一阵有点有点喜欢 想养个鹦鹉 但是养鹦鹉呢 好的也养不起 而又喜欢黑色 刀子呢 又是一包饲料 我可以方便包虫子 其实 然后据说这是专业的八哥粮 现在他们混得比我们都好 我们人都是想吃啥 救火吃 凑火吃 他们还有专门的八哥粮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来拆这个 还有洞 宝贝 你千万不要有事 我很担心你们 如果有担心他们挂一个 怎么办 都活着 然后这个 对不起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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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我很不好意思啊 你跳在这干嘛呢 是 我的天哪他们好调皮 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我跟你说 真的特别臭 下面都是鸟的粪便 它们俩在里面扑腾 我就感觉它们的活跃了 真的这两个菜活跃了 我已经不知道 怎么把它们取出来了呀 能不能乖一点 这就会开门 好厉害 像我这么洋洋 可能是不行了 你们千万别动 我想你们很难想象 我是怎么把它放出来的 马达挺可爱的 它们刚回来 我觉得还是静养吧 先不要管它们了 一直在里面甩甩甩的 但是挺好看的 这个好像是淋巴根吧 然后我清理战场吧 这笼子不要了 这是它们的苹果 就啃烂了 好吧 我这个都脏了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好吗 他们刚来就把我的水 弄倒了 好吧好吧 他们疯狂好大 我就不想理他们了 来我们先为他们吃东西吧 好的 先一般是先 能放着应该是要过一个月吧 好吧好吧 把水先倒干净 希望他们不要 暴毙 因为 刚买了鸟 我不知道他们 爪子够不够锋利 然后我这个 好吧 直接弄掉了 然后那只已经在里面拉了泡屎了 好吧 我想我以后有的忙了 是吧 好 这集视频就到这里吧 然后我这要清理战场 真的很乱 很乱 先给你挂这儿吧 因为它身上有鸟屎 所以说可能会有点脏 你弄我一嘴 然后这个抬一下先 他们现在在里面一直在甩 所以我应该甩几天吧 然后 这东西是加食用的东西 我看看怎么用 哦 天呐 掉了 然后拿几只面包虫给他们吧 我别的没有 虫子很多 是吧 又要擦地了 现在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吃虫子也偶眼 我还不要挂起来 就放在这吧 然后真的 八格式很好看 那就是养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像我一样 这么放好吗 装笼子 一定要学好怎么装笼子 然后这个你们过两天我再给你们换大笼子 因为现在刚开始刚到 给你们就换大笼子不太好 是吧 他们好像饿了很久了 因为我从白天开始等快递等到现在 他说中午十二点就在拍送了 一直没拍送 想喝水去那边自己拿好吗 卖符不知道他们吃不吃 然后我打扫一下这边的战场 然后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只有一只鸟 你看到它的翅膀是黄的 是的 好吧 都是黄的 好像 下面有很多多的水 为你喝了吧 好 英语 我 在海边 有很多 可能 我 我 就是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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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般是养一个月之后 应该就会好一点了吧 大家下期再见 这里是小小欢 继续关这位说的视频呢 以后会有他们的日常的 然后一只叫 YELLOWS吧 另一只叫 Jimmy吧 原因很简单 因为YELLOW嘛 YELLOW是黄的意思 YELLOWS我加了个S 就是黄 闷 因为加了个闷嘛 Jimmy就是Jimmy嘛 黄闷鸡米饭嘛 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起的 还算不可以吧 就叫黄闷和鸡米饭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区分 然后他在里面拉了抛屎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 鸟类禅食官了 希望你们能健康成长 今天先不管你们了 让你们好好待着吧 好吧 拜拜 晚安早点睡觉 其实现在还挺早的 我要去吃饭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